理財分半鐘,財路自然通,理財分半鐘,林修詠 由今年開始,贈与稅及遺產稅做了重大修改 首先,個人遺產免稅額由之前的550萬增加一倍至1100萬 即是夫婦總共有2200萬的遺產淨值是免遺產稅的 這個免稅額每一年還會加上生活指數調整 因此,大部分家庭都應該不會面對遺產稅 由於遺產稅及贈与稅是互通的 因此,每一個美國人都可以在在生的時候 將不超過1100萬的資產送給其他人 是不需要繳付任何禮物稅 做法依然都是遞交709號稅表 去選擇預先使用遺產免稅額 此外,每一個美國人每年都有贈送的免稅贈額 已經由14000元增加到15000元 這個免稅贈与額是同剛才說的終身贈与額是分開的 而且,這個15000元的免稅贈送額是按照每一個受贈人計算的 在一年裡,向任何人都可以作贈送 沒有受贈人人數的上限 因此,夫婦可以免禮物稅送給其他對夫婦6萬元 都不會有禮物稅的問題 我是林修榮,下次再在理財分判中見面吧